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价格便宜 他们安心地住了下来 可每到半夜 屋里的钟声就会响起 这令水哥的儿子一直无法入睡 一家人人性惶惶 一天夜里 水哥终于受不了了 他对着漆黑的房间大喊 希望就在这里的脏东西放过自己 自己也是落难被逼到次 等哪天发财了 肯定会给他们烧纸钱的 晚上 水哥突然就梦到了一组奇怪的数字 隔天 他看到朋友在独马 他想到昨晚的那组数字 决定赌一把 没想到 一下子就中了很多钱 他高兴地带着妻儿去大吃了一顿 但是没过多久 儿子就病了 他们临夜来到医院 妻子选择留在医院照顾儿子 水哥则一个人回到家 没想到 发现屋内坐着一名陌生的男子 这个男子其实是个恶鬼 他曾是这间房间的主人 他质问水哥 自己帮他赢了钱 为什么不遵守承诺 惊恐的水哥直接向恶鬼发誓 若是帮他畅通财路 他所有的东西都和他一人一半 果然在恶鬼的帮助下 水哥逢赌必赢 作为汇报 水哥烧了许多元宝给恶鬼 一天 水哥回家后 发现儿子被化成了鬼脸 而他的妻子 居然被恶鬼抢爆了 妻子一气之下 带着孩子离家出走 水哥找恶鬼理论 原来 恶鬼要分的 不仅是他的财富 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子 此时的水哥后悔莫及 他想要终止交易 可恶鬼却说 交易一旦开始 就永远不会终止 除非你死 不过 令水哥更绝望的 是自己的寿命 也被夺走了一半 水哥瞬间变成 白发苍苍的老人 此时的水哥懊悔不已 因为这一切 都是由自己的贪念引起的 为了护妻而周圈 水哥放火点燃了自己 与恶鬼同归于尽 影片也到此结束 其实 我们每个人都有贪念 适当的贪念 会成为自己的动力 一旦贪心不足 就会成为失去的开示 唯有知足 方能幸福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一键发财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